Yarchik,泛语,探索,寻找,真理,知意 这个名称可以用来代表个人,也可以用来代表灵性意识 它是任何追求灵性力量的求道者的名字 云南大理开悟者Yarchik扬声开悟 有漏的头脑2015年1月31日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灵魂都意识到自己是灵魂 如果这个灵魂总是知道自己连接着神圣源头 如果这个灵魂明白身体和自我部分仅仅是用来体验物质世界的载具 那它怎么可能会不爱惜自己的人类部分 怎么可能用无爱的语言、思想和行为伤害自己 又怎么可能用怀疑、刻薄、冷嘲热讽的评判伤害别人 如果每一个灵魂都摆脱了心智中被错误、灌输和建筑的部分 去掉那些好坏和对错的各众人为标准 以及爱的匮乏状态 这个世界会如何? 这个世界将变成灵魂在物质世界体验的天堂 身体、心智将放在恰当的位置 灵魂从源头中汲取的能量将会散发出来 那么谁还需要政治、金融、各种法律、法规来约束自己 即便是灵性的成长都不需要那些宗教、苦行和繁琐的过程 这不是再说一种理想 因为理想仅仅是一种概念 灵魂需要的是一个可体验的一时状态 就像在这个灵性洪流的闸门打开的档下 虽然它刚开始看起来平缓流动 但是不知不觉随住水平面的升高 旧物被冲走 万物开始新生 正是这个洪流 会让你的头脑空空如也 世界开始沉寂下来 天气的寒冷 也遮挡不住天堂的气息慢慢浮现 没有头脑是好的 因为这样灵魂才可以自由表达自己 没有头脑是单纯的 所以评判自己或他人的欲望也就彻底消失了 没有头脑 记忆就会流逝 不管那是曾经多么美好或者不幸 都不会有多少细节留下来 也无法再触动你的内在情绪 没有头脑 就像头脑漏了一个洞 无论装进什么 最后都漏出去 洞越大漏得越快 所以里面漠有什么思想建筑 观念建筑 记忆的累积 白日梦 什么都流逝了 这样 你才可以简单直接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些事物总是新出现的 不会是过去 也不会是未来 因为它们不来自过去的印象投射 也不来自未来的个人想象 它们也会随时改变 即便是上一刻发生的一点不愉快 也很快漏掉 更不用说那些外在的打扰和刺激了 你没有力量去记住那些沉重的事物 当你的头脑引擎完全停止运作 外在的事件就像小石头打在棉花堆上 积不起波澜 如果你是灵魂 你就应该爱你的人类载具 就要让它少行动和说话 多安静 少思虑 多感受 慢慢地 当它跟上你灵魂的震动 它就活在宛若天堂里面 也许别人会说你像个傻瓜 但是做一个傻瓜 莫有什么不好 单纯的傻瓜不需要考虑人情世故 繁文入节 假如你不想参加别人的闲聊 聚会 你只要说出心中所愿 或者默默走开 而不需要寻找葛众推辞 或者思前想后 即便别人对你议论 也莫有什么 因为这些会很快从你的头脑中漏掉 做一个单纯的傻瓜是快乐的 过去和未来会放得进一个有漏的头脑吗 所以生命就只生荡下了 万物都因为头脑完全处于荡下而变得栩栩生动 尽管 灵性的洪流带走的 不仅仅是你的头脑累积物 惯性 也是你外在的生活状态 但是 对你而言内在的状态 才是最终的意义所在 如果你不快乐 世界兴旺发达 又有何用 如果你发现你追逐的一切外境 只是梦幻泡影 如果你从来未曾体验过持久的幸福感受 那种神圣的存在感和满足 那你一定到了该改变人生态度的时候 在洪流当中 抵抗和不舍会制造痛苦 莫有人可以抵挡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 正是他要走的启蒙之路 面对的具体问题 无论是关于生活习惯 还是从社会角色中暂时退出 或者和同学 同事 家人的关系 在发生改变 这些就是线索 所以要一点点的扔掉负担 误论是对是错 是好是坏 这些概念破坏了你灵魂的完整性 你只能从灵魂的 视野来看你所发生的 而不是停留在人类层面来看待一切 当你习惯这样做 旧的事物就会被冲刷而尽 新的意识就会出现 直到你打破头脑的罐子 不再需要改变什么 人类部分的你成了纯粹之纯粹体验 而不去定义它 任何事物的本来面目都被当下认清而解脱 仍然会有一些小动作 黑暗的阴影能量 回来干扰你 但是只要不陷入争论 评判 称怒 一切都会被放掉 融入虚无和平静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阅读 祝福早日登出回家